現在都變成藍營的支持者 在批評、在罵馬英九 現在我們來看券商 記得券商幾次馬英九嗎 大丁喔 要2萬點的那5千 這個是最新一期的商業週刊 說十一家上市上貴的券商 券商五年獲利縮水80% 台股變死水證券業恐裁員逝成 說現在證券業已經是第五大產業 奇差不差 遭內外夾集恐再宣整併巢 好,內文是這樣 他說 他說,以上市上貴公司的十一家券商 所謂十一家券商就是 原大證券、統一證券這種 總共只賺31億 去年,這是去年 去年賺31億,在一間 跟2006年的賺157億相比 足足縮水了126億 五年衰退幅度高達8成 2006年是民進黨之前 對啊,成為免實證 券商賺126億 一間平均要賺12億 12億 講馬英九之前 去年存賺多少 存賺30億 一間賺3億 所以,如果這樣一間減賺多少 八九億 一間本來判12億 現在變成3億 就是減賺9億 有什麼這樣,還支持馬英九 這是我搞不懂 減賺錢,還挺馬英九 對 這些人是投他派的錢 應該是民進黨派的錢 錢風潭潭潭還不算 對啊,還說菜門 都會落到6千點 奇怪 這真的很奇怪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券商一年可以賺12億 對 馬英九執政4年 我券商可以賺多少 3億 可是我選錢還在登廣告 聽馬英九還在擔心 民進黨回來以後 股市會大跌 股市會怎樣 所以,這個 你昨天拿券商工會的理事長 選錢講的話 對 我就說 那這些券商不知道他們過去的報表嗎 他不會拿出來看嗎 民進黨時代賺12億 然後大幅的增加券商的數量 大幅的聘業人員 那現在在談什麼 談減病耶 談裁員耶 嘿,徐老師 我現在 我覺得我們不是罵券商 或罵選民 我覺得這個還值得研究耶 對,信奈感比錢比較好 同意 你就像你講 最後搞不好要檢討民進黨耶 沒有信奈感 你為什麼要讓人家賺這麼多錢 我讓他賺那麼多錢 他還不挺我耶 對,還討厭我 然後人家 他馬英九執政他少賺錢 還喜歡馬英九 我覺得馬英九應該當總統 大家活的那個慘 還是喜歡他 我覺得民黨不應該再執政 你讓大家賺錢 大家討厭你耶 陳永扁執政的時候 台北市有改善 有變化 結果後來 落選 馬英九 對啊,落選 馬英九上來 然後 很難理解台灣人在想什麼耶 搞不好你要整台灣人 台灣人才會投票給你 你是正式學教授耶 你還這樣子 黃毅 我們研究是正常的國家 不是這個樣子 我是看你執政好壞 在台灣不是耶 我每次經過 我還在講 東話南北路那條自行車專用道 我真的好浪費 你千萬不要拆他 因為我每天看到那個 我就會覺得說 研究政治學不能從正常人角度 至少台北市不能從正常人角度 黃毅 券商在民黨大賺錢 等廣告怕蔡英文當選 怕民黨回來 馬英九的時候要裁員 虧錢 黃毅,他們還在挺馬英九 這是什麼世界 所以這是我諷刺的理論 我諷刺的理論就是 你們粉要夠夠的 要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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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們都不賺錢 但是要再騙人 要再騙媽 這就是傻味這樣 但是骨頭疼出來 對國家的貢獻度 罵得說4.5而已 骨頭疼出來又怎樣 你哪是動漢 大家都覺得痛苦 來,我們再看看 這31億 是去年證券月 一萬三千名員工的產值 等於平均一位證券從業人員 一年是券商所賺的錢 從一百二十一萬 變成二十三萬 變成二十三萬 產值 民進黨的時候 一個人賺一百二十幾萬 現在剩餐二十三萬 每月產值不到兩萬 差不多多基本工資 對 如果以每月底薪兩萬來算 等於公司賠錢請人 你知道證券月總共五萬人 他說 成交量現在一灘死水 他說去年證券月獲利 是2006年來表現最差的一年 不好意思喔 最差的一年但是還是當選喔 這就有趣了 還早一直要挺他喔 再來 他說現在啊 證券月要像竹科那樣 開始放無薪價了 成交量是兩... 成交量兩個月減半 營業員無業績只能領底薪 你知道一般證券 營業員底薪只有兩萬塊 好 再來 現在就沒中金了 再來 他說大戶都轉而投資海外 都走一堆 他說啊 反而跑到新加坡交易所去做摩台子 原因是因為台股流動性變差 無利可圖 都出幾百億而已 他說啊 現在日平均量 由二月份一千四百多億 降為四月的七百多億 一年減手續費高達兩百四十億 預估證券從業人員 將被迫減少一萬三千人 如果證所稅實施後 日均量是五百億 成為常態 那麼券商員工更可能大財 大減兩萬名 他剛才說五萬的嘛 如果減兩萬的就是減幾千 就是減四千 這就是他的標題嘛 空財源市場嘛 說 從2009年以後 台股在亞洲股市表現排名 就掉到後段班 而且每下育況 逐年下滑 今年以來到四月 在亞股裡面表現排名 倒數第二 就差別這樣 2009年開始的時候 就馬英九這場了 對 就馬英九這場了 開始已經變賣 但是人家的證券還要收錢 所以這五萬年完工應該不是空情 馬英九 你們空情你們的老闆 或是你們老闆要支持他的 是不是有人老闆下明人 叫你們老闆 叫老闆 馬英九 你怪老闆才可以怪馬英九 馬英九 一直落下 你們都看會對 有什麼老闆要聽 你現在可以去問他 說到底當作是什麼回事 叫老闆給你一個交代 五金十年一變 還不拖十年了 我看大家都拖拖拖三年了 李廷廷前總統那天 黃毅在訪問他一說 我現在老闆住他看 很多都不是電話沒開 豪宅豪宅 不是只有台北 不是只有豪宅 你只下去看 高雄的祖贏 捷運旁邊 你看大樓 還不是你坐高雄 聽到回來的時候 你看大樓都暗 連高雄也是一樣 不要說只有台北豪宅 整路路 走你馬英九把高鐵 佔所有旁邊的堆 都開始開發出來 還說有錢 每天台灣是一日生活圈 所有的捷運旁邊 都拖堆 現在有的都快多年了 高鐵到現在幾年 那堆都空的 沒有一個發展 因為這個實在很值得探討 沒有賺錢一直減一直減 不投民進黨 民進黨給我賺錢 不投民進黨 但是一直沒有賺錢 是要投給馬英九 這就出味了 我們再看看 這也中國四部的民調 今天去了 說了 說 真幾名 執政的縣市長滿意度 真幾名是這樣 第一名是傅昆齊 無統一名 第二名是賴清德 民進黨第三名是國民黨 劉政鴻 第四名是陳菊 第五名是卓柏 第六名是藏花館 第七名是林聰賢 第八名是黃建廷 第九名是李臥室 第十名是曹啟宏 第十名是蘇智芬 第十名是蘇智芬 好 從這裡開始 後面算了 這裡 雍中市國民黨 不好意思 我如果調車買 我也是調 這就出味了 而且17萬票 這個黨還有執政信賴感很好 對 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宏宇 這個議題 這個課題 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好好研究 而且我認為不只是像徐老師這種政治學專業的 我覺得要找人類學專業來研究 台灣是不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民族 我覺得有被虐待狂 真的有被虐待狂 你剛才讀到商業專業 那個數字很明顯 不是說因為現在鎮鎖稅的風波 券商這麼減碳 不是喔 是由於兩千控九年一路 一直撩下來 一直撩下來 好像撩下廁 一直撩下來 撩到去年上最嚴重 這代表什麼 我可以叫兩千控八年吃 第一接入第二年以後開始 這些券商是都開始減碳 有料沒料不知道 但是比進行減很多 這些券商的大老闆 他們請很多費的 價書很多 很多精算師 很多這些MBA的人才 每天在看報表 他們比鬼還真 他們不知道說公司減賺錢嗎 奇怪 公司減賺錢 選舉前又出來說 我們怎麼錢是馬英九 對 出門洞說會掉到六千點以後 我認為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他們有被虐待狂 越被鞭子抽得越兇 越爽 另外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們跟馬英九之間 是你們有什麼把柄 被馬英九抓在手上 還是你們選前有什麼利益 可以交換 為什麼會違反人類的本性 我們常常在講 政治不可以違反人類的本性 賺錢是這些 生理人最多的 是人人要賺錢 違反人類的本性 你當四年總統我減賺八十% 結果我又停你 我覺得大概就 只有這些原因可以解釋 要不然我還真想不出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 說 這些券商就明明減賺八十% 快點又這麼錢錢馬英九 你再看 鳳姨 你再看 我們輸最多的 我保證 一定拜日最多 來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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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對啊 所以一樣 所以國民黨執政的地方 以最賣的地方 票都贏我們最多 剛才你說的這倍的人叫做經濟選民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人家可以創造一百二十一萬 國民黨的時候併二十三萬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給你雞賺國民黨的時候五倍 這樣奇怪 民進黨執政你雞賺比國民黨賺的時候雞賺五倍 你們叫做經濟選民 你們大家都來評賣研究 照理說要喊的人 實在是有時候這叫做帶人去死 你有時候你做不對的時候 你替他自己負責就好 這是這樣的政調 總統選了不對的時候 不是只有回不對的人死 大家做會死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這倍的人 你覺得莫名其妙 你為郭管齊 他們在修長的執政你看 都拜日最下班 拜日最下班 拜日最下班 這倍叫做經濟選民 民進黨的時候 給他賺很多 賺美國民黨多五倍 但是這倍的人 他就是要回國民黨 所以你說這個 這叫做神經病 我也看過 政治學家都補償 你們補償都看過了 我們是要怎麼看過 但是有時候你覺得 這個人好好用力 聽出來 我感覺這個可能 含他的利益 會那個 糾葛 糾葛做貫 我覺得關鍵在這裡 你們民進黨可能當人財務 但是他們人人都很賺錢 問題是 你如果叫賺商來看 賺的沒以前多 你可能大老闆反еся 有可能賺了 比民進黨時代比較多 但是 平均整個證券營業員來講 賺的沒有民進黨時代 你頭老闆也一個 可以說幾乎的人 萬工 難道萬工都這麼聽話 這不是像三個月錄一圈 今天是到金周刊 說證券商說 這是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來了 其實現在已經要漏掉了 現在已經漏掉了 要開天氣了 現在說冬天來了 正所說的風暴狂掃說 孔先財源整病潮 貪圖剛才那間說的 三位組合說的有一樣嗎 是 我感覺這個跟很多大老闆在選前 表態挺國民黨有關 那這個東西會影響到一長串 這種所謂財經界 或包括這些勸章 他們會影響到他們投票的判斷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很吃虧的 但是大家如果去看索銀 旁邊那時候高了 馬上叫的時候股市是九千多點 現在九千點 已不復見 現在七千三 現在說他什麼上萬點 兩萬點 那已經是被人家認為是笑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些動作是 包括這些大老闆站出來 再加上國民黨 他擁有很龐大的行政資源跟黨產 他有時候 專業的時候 他只要重點抓住幾個頭人 然後透過這些頭人 下去影響他的員工 影響他的基層 其實這就形成一種很綿密的政商網絡 我覺得民進黨對這一點沒有辦法突破 另外我一百思不得其解 也不是新北市 過去台北縣周西偉在做的時候 他叫做調車尾 叫做調車尾 因為他每年的民調都排最後一名 結果現在朱立倫上次站一樣是新北市都是調車尾 但是每次怎麼選 新北市奇怪 國民黨就會佔多數 台北市一樣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覺得 以前國中哥常講 這是一個媒體戰 文宣戰 第二個就是國民黨那個龐大的黨國跟政商的結構 你沒有去解構它的話 這個部分很難刻 不然就是某一個三頁最要擱天 沒有啦 擱天 再看 他說全市場幾乎沒有一家券商賺錢 人家爽 好 洪議員 我有時候在想 你剛才講 商業周刊講說民進黨時代他們賺十幾億 國民黨時代他們只賺三億 我的感覺民進黨搞不好也不知道說 他執政的時候有那麼好 民進黨選舉的時候有做文宣說 高潔是我們蓋的嗎 血稅是我們蓋的嗎 我們執政的時候車輛賣一年賣多少嗎 我們執政的時候 執政券商一年賺多少錢嗎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要有自信 要回去整理一下過去八年 現在過去八年就被阿扁一個什麼貪污 就全部打毀了 好像什麼政績都沒有耶 沒有政績 那地堡什麼時候蓋的 對不對 我們講的公共建設是什麼時候蓋的 今天可怕的是 被叫廢物要選台北市長民進黨還覺得 這個被叫廢物搞不好會當選 一個排名第三 倒數第三 執政績效到 是國民黨最有可能出來選2016年的總統 所以擺爛耶 你擺怎麼爛 選民就怎麼弄耶 我們前面當然覺得說台灣選民很奇怪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要好好想 其實你們是有政績 只是你們講不出來 你看上一周他幫你寫 為什麼選錢不出來講 說馬英九執政你們賺多少錢 我們民黨執政的時候賺多少錢 所以選錢一直打蔡英文 說他上來會跌到六千點 我今天看遠雄你講這些 楊智陽在罵 我以為蔡英文現在在當總統 現在是馬英九在當總統 這些人 馬英九騙人就算了 洪毅一堆人圍在旁邊幫他騙人的人 你現在出來罵馬英九 我覺得這些人自己要出來認罪 再看今天聯合晚報 說勸商打揚發笑 說日前已經傳出頂覆證券忍痛割愛 今天又傳出國票證券一個據點 將要裁測 為什麼 因為焦頭冷清 外資拋骨換線匯出 大戶金主一一離場 忠實戶虧損拒絕再玩 散戶嚴重套勞無法動彈 勸商杜曉悅苦撐 未來面臨放無薪假裁員的壓力 卻提前在這兩三天中一一浮現 人家送了一罐 你所謂的這個 如果高齊來一趟 就差不多已經很大條了 你都黏幾罐 你都做一個叫我來 最可能是這裡的軟工 不管是財源也好 不管是無薪假也好 你們軟工生活壞掉 四月裡的骨盤起來 對老闆來說 一家沒有錢 一百位就怕錢 很多都是這樣 我剛才可以說 為什麼民進黨這件事 給他們賺 國民黨這件事 給他們之後 他們再支持國民黨 這就叫慣性 他們跟國民黨做生意的時候 暗來暗去的時候 這裡沒有賺 這裡賺 這裡賺來賺去 都在洗 用這樣洗 關係 民進黨給你賺 他們賺都很辛苦 大家照著整機來做 所以他不可以 無法再適應了 他現在要這樣往往往下去 對這個老闆有什麼影響 這個財團出來挨救 他這裡真的會去跳樓 你會去走路 不會 他跟我們保育可以做 他給他機會 他再做起來 萬港你如果沒有頭路 你要等幾年再找到頭路 可以吃飯 是 你問我什麼原因 我剛才想說 可能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常常說的 水要不然 淹到平坑才來 我覺得這是 可能是我們民族 是不是這樣 沒有辦法改水 只有用這種 最原始的這種民族性 是天意 就是我來改水 沒有辦法說 我說到這個 我就想到 剛才你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給馬英九二十分 那會給二十分 怎麼不會給零分呢 給零分的也有 大概六趴 我會說 這些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對我只有六趴給零分 那百分之三十五應該也 也應該同樣要給零分 我以前有一個老師 那是很仁慈 我還算仁慈 人需要師嘛 只要考驗上寫名字 就給二十分 連名字都寫出來 我剛才百分之三十五 就是這種人 還在從馬英九 所以我早上 我都同意大家說 是好啊 是好啊 是好 因為你說得最對 我們沒關係 我們就單看水當時 他平坑來看 大家會骨心骨 骨心骨 這麼多事情 你說得到 你說得到 每一 從 這不是今年才開始 這五年來的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 博文說的 是不是威脅 受到 所謂的 他這個老闆的 用威脅論來怕 我認為 很多人 他只看 眼前的 利益 沒有太空 所以為什麼馬英九 在撒X塊的時候 說這個有的 沒有的 那時候大家信到 現在呢 現在慢慢的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轉機 就是說 大家慢慢看 因為現在會越來越壞 519 520的人出來要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變化 其實我覺得券商 應該靠黃土 十年可以撐 黃土撐不住啦 觀音土 吃十年 我都動得了 等一下 我們開放給大家Call in 來先休息 進廣告